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来学习 阻塞性分析种 阻塞性分析种是个临床上的常见多化病 因此无论职业医师还是助理医师 都要求大家掌握 包括概述 病例变化内心对机体的影响 临床病例的联系 这都是属于慢性阻塞性分析种的 长考点 我们首先来看看 灰系种的类型 灰系种类型 那么在里面考的比较少 职业医师 助理医师考的比较少 这个研究生考的比较多 总的考虑这个第一 什么叫中央性灰系种 什么叫中央性灰系种 什么全线灰系种 连续连续三年考 考虑这个第一 就考虑这个第一 也就是考虑这个茶头上面的东西 好灰系种 根据它轻化的范围不一样 那么我们把它混为三种类型 一种是中央性 一种周围性 一种全线暴性 这三种类型的分析种 大家看看啊 这个图这是镇上的灰小叶 大家看看镇上的灰小叶 大家看看镇上的结果结构 从呼吸性自己管 到灰泡管 到灰泡囊 这就是我们一个追射最长的 你看看又没扩张 没扩张 就是什么 主自己管 主自己管 到叶自己管 断自己管 一直到这呼吸性自己管 再到灰泡管 再到灰泡 灰泡是最末端的 灰泡管是持续的 再截的下来 呼吸性自己管 所以这三个三个 你看看都没有扩张 所以这些正常的 灰泡管 就是心里的压力真大 那么这些管枪结构都会扩张 大家看 全线暴性灰泡系统呢 就是把这三种 刚才我讲的这三种 结构全部也扩张 呼吸性自己管 灰泡管 灰泡管 灰泡 灰泡系统的滑壁 与遗传性二百一 二百一 二百一 一大门煤 缺化有关系 我们国家的人很少有这种情况 主要是什么 西欧国家的人 他很多都是什么 遗传性二百一 一大门煤缺化 导致这种 汇气统 全线暴泡系统 为什么呢 你先天的全身都缺化这种 二百一 一大门煤 抗一大门煤 你想想一下 难道你的呼吸性自己管不缺吗 难道你的灰泡管不缺吗 他那里灰泡不缺吗 都缺都缺 大家都扩张嘛 是不是 好了这就是什么全线 所以 表现为这三者三者都扩张 并且与二百一 抗一大门煤缺化有关系 二百一大门煤缺化 他也是个言之二百一 大家胆痕 AT 都是这一个 这是他的阳文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中央系 什么叫中央系 据汇泡管 汇门约金的叫中央系 汇泡门 汇门约金的哪一个 呼吸性自己管 所以假如这个病人主要表现 呼吸性系自己管 扩张 那么一般就是中央系 缓之假如说是汇泡管 汇泡扩张的 呼吸吸自己管是这样的 那么就叫做周围系 所以周围系中央系 全线包系 这个定义大家搞清楚 因为燕金生考了很多次 你们还没考了 所以怕他今天考虑这个定义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大家的病例变化 汇气虫这个病例变化 一般都是这样啊 从导曼芝到汇气虫到汇气蜜 都是这样一个变化 老曼芝到最后 汇泡的压力增加 压力增加就把各个这种汇泡器 间隔给崩开了 这就是汇气虫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汇气虫的病人 汇的体积会增大 因为他的压力增大 汇泡每个汇泡的体积增大 当然他总的体积增大 柔软缺化弹性 为什么弹性 显文化了 好 这是他主要的大体标文 看到的汇气增加 柔软缺化弹性 汇泡呢 大家看看 每个汇泡有汇泡肯定要扩张了 是不是 为什么扩张 汇气虫的压力增大 当然汇泡扩张 相应的汇泡可以相互融合 崩起来崩起来破裂 融合了一个大的浪腔 最后 他常常说大的气泡 大的气泡再进一步再破了 就成了汇凶 所以 脑蛮致病人 COPD的病人 到着汇气虫之后 可以化身 自欢迎 汇凶就这个道理 他就不停地摸 不停地摸 不停地摸 不停地融 融到最后 成了气凶 汇泡间隔 大家都可以知道了 由于这个汇泡的压力增大 汇泡间隔 肯定在他挤压下 会变载 甚至失断 汇泡间的毛血管床 肯定会减少 为什么 汇泡间隔中间出现有毛血管床 当你汇泡间隔变载的时候 汇泡毛血管床肯定要减少 汇泡毛血管减少 那么汇泡的 通血就会减少 危害比例就会失调 所以这种病人就会导致 气体交换受到障碍 好 见之类 见之类 那么这种汇泡动漫 内摩会先回去折护 管床下载 也影响他的血流 所以最后的结果 就会导致了什么 这种汇泡一种的 最后的结果 就会导致什么 汇泡 就这样来的 这就是他的比例变化 你看看有什么特异性 没什么特异性 没什么特异性的东西 好不好考虑 不好出新门 不好考虑 所以坚持目前为止 很少考虑大家 汇泡中的病理变化 所以说不足够重点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09年这个试题了 也是考虑到分队有关系的 211抗一旦卫泡毛血化症 以下的哪一种 废弃中关系化成密切 我跟大家说过 应该是什么 全线抛型 所以答案为C 我们国家的人 一万没有这种内心 没有见报道 遗传性211抗一旦卫泡毛血化的 作为西欧国家的人 这种环境比例非常高 大约是7%左右 所以汇泡中的病人中 大约7%的病人 或是这种遗传性211抗一旦卫泡毛血化所致 所以正确答案为C 是这样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